四年前 二十个多小时的飞机 把我送来了曼阿密大学 踏进学校的大门 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这儿 我会遇到些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拖着行李箱 好奇着 紧张着 带着一丝丝的不安 开始了我们四年的 大学生活 第一次去food court点餐 第一次 用图书馆的打印机 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一次 我们终于 慢慢熟悉了我们的校园 偶尔偷个蓝 坐在椅子上 或躺在草坪上 享受曼阿密的阳光 偶尔逗逗学校里的鸭子 或踩着滑板 在小道上穿梭 当我们习惯了这里的一切 就会发现 虽然离开了父母 离开了自己的朋友 但在这儿 我们有新鲜的空气 有耀眼的阳光 有美丽的沙滩 还有来自全世界的朋友 我们 并不孤单 四年后 你是否还记得 你当初的模样 肩上的书包 变成了手中的公文包 脚上的运动鞋 变成了踢他踢他的皮鞋 曾经绑着马尾辫的姑娘 都披下了他们的头发 曾经只知道 穿T恤运动裤的男生 一个个都穿起了西装 打起了领带 终于 我们再次提起了 我们的行李箱 只是这次 是离开我们的学校 第一次踏入大学校门时 孩童般的欣喜 与即将告别大学时 那好似慕年回首般的眷恋 第一次 牵起依人 鲜鲜御守时的丝丝甜蜜 与彻夜回想 我们还是很要好的朋友时的 肝肠寸断 第一次月下 憧憬未来美好画卷时的兴奋不已 以及毕业在即 日头下 奔波于面试公司时 汗流浃背的艰辛 欲回首 曾经的林林总总 甜蜜与欢笑 还有那淡淡青涩的味道 言回首 也只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 难以自拔而已 又回首 那曾经的人 那曾经的夜 那曾经的一切一切 只回首 深藏过去 遥望远方 那目标 是否还依然清晰 是的 我们要毕业了 最后一次 作为学生 走出校门的那一刹那 我们该对我们的青春回忆 做一个告别 将一切的记忆 深深地 烙在心灵的最深处 这里 只是我们梦 开始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